在同门村的部分呢 为了防堵疫情来到部落里头 同门村长也在翡翠谷和清水溪入口设置的宣导告示牌 不过还是有一些游客来到同门部落想要进入玩水 由于同门村长许贤美志工和警方同理合作之下 防堵游客及乡亲进入溪里头游玩 要守护美丽的部落 就像所公告的同门部落翡翠谷和清水溪 禁止游客和乡亲来溪里游玩 不过还是有侥幸的民众想要偷偷进入园区来溪水 不过同门村长许贤美村民和警方同理合作之下 来劝利大家能够遵守规定不要进入木骨木骨的园区里游玩 好 像目前我们全国应该都一样 疫情一直在升温 那我们花莲县政府这边已经发布了三级疫情的警戒 那我们联合我们秀林乡公所 还有我们各个部落的秀林乡的野溪啊景点区 这边是算是比较容易破口的地方 就是说游客会到这个地方来溪水 那当初我们在发布这个三级警戒的时候 那我们就全民 那我们这边有那个三警 还有就是我们的林长们还有资工们 就大家一起发动 然后工部门有给我们资源我们的布条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需求 然后我们这边都会自发性的 因为像例如说假日 假日礼拜六礼拜天游客非常的多 就像昨天我们在 刚刚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翡翠谷 还有就是清水溪这边的入口处 风起来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些不知情的一些游客 他说为什么会不能进去 那我们还是要强力圈导说 现在是全民防疫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议题还是要重视 那其实我们这里的游客 劝导之后还是会听啦 那现在就是说现在礼拜六嘛 今天是礼拜六 早上一大早的时候 那我们清水溪那边七点多 就一些游客就进去了 那我们那个保全 保全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 人力的一些资源 然后马上通报给派出所 让派出所去把他们驱离 然后说不要再 不要让他们再细水了 不要现在这段期间 大家都在做那个三级防疫的一个警戒 大家拜托一下 不要出门 不要移动 然后现在都是强力在做这个防疫的动作 拜托拜托大家 尽量不要到我们秀林乡的游戏区来 尤其是翡翠谷 清水溪这边 拜托这段时间游客们尽量配合一下 同文存在习军表示 防疫期间更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 以往在星期六日的时候 往往吸引外地的游客来这里游玩 不过疫情开始扩散了 根本不知道来的是不是有确诊的游客 影响到部落村民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目睹目以才可以开放给大家来游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